请接盘 马利弗的部落家族年纪从上午10点开始进行 部落其他家族纷纷前往头目家聚集 尽管大鱼帮驼 但没有阻断主人的前往 马利弗的部落家族原居住在加兰村第七林 2009年莫拉克风灾来袭 造成部落全部家族房屋遭到冲回 经过三年的重建 2012年7月住进加兰村东侧 去年头目登基 今年恢复年纪的举行 进贡中每个家族都要展现进贡的内容 要改进明年一定要好好作用 明年一定要一台卡车 什么都要带过来 如果说要讲有什么收获 大概也没有 那我们大概就是用 纯纯酿的小米酒代表我们的心意 头目除了感谢主人的赠送物品之外 也感谢提供土地 新建永久的格阿鲁兰部落巴嘎鲁骨头目 对部落的照顾 在年纪中特别安排共享年别饮酒方式表达感谢 所以一句话 灾祸呢 我们嘉兰村离灾不离村 大家还是要共同的努力 把我们部落从灾祸呢 能够回到我们过去很平均 因为大家都是嘉兰的一份子 能够在这里 运这个 他们的收获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的高兴 玛丽佛的部落在民国36年以前 居住在金峰乡马五湾六号地范围内 民国36年迁徙到金峰温泉上方的金能二人 也就是现在的嘉兰段九百号地 迁住之后不明并阴 部落族人不分老少相继死亡 到了民国39年 由于部落死亡人数增加到42人 部落头目以及长老们认为金能二人为不祥之地 云市在迁到嘉兰村的第七年 不料2009年再遇到莫拉克 部落全回 记者卡特夫院台东金峰采访报道